好我们现在呢进到简报的16页这边 给老师看一下他另外两个工具 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户头跟户评 这个两个 那其实我们一般在学校上课过程里面 其实这个也蛮多机会用到的 我们先看看互相投票的部分好了 好那互相投票的部分呢 有分成一样 有分个人的或者是小组的 好如果说我想要来这边 我找几位老师 比如说秀卓老师 然后这边敏奇老师 那我们再找一位志龙老师 孟轩老师 假设四位 那我就到最下面这里 有没有 你可以自己决定每个人最多几票 假设一个人最多两票好的 我们就play一下 来老师您看一下您的画面 您的画面有没有出现 有没有出现 我看一下 我从这里 好有出来了 对不对 投几票 这里都有 那因为我还没有开放投票嘛 所以 我来开放一下 来开始户投 好我们就可以像这样子 您就可以自己点 我想要投给谁 好我们就投 那如果说你只投一票可以吗 可以的 好反正最多就是两票 你就可以按送出 有没有 这样就送出了 那一样的 在我还没有关闭投票之前 你都可以随时再修正了 这样了解 好所以你看我回到这边 有没有我们就看到多少人做答了 那为了增加刺激感 因为反正接下来就有总统大选嘛 我们马上进入到选务中心 及时开票 很显然今天孟娟老师人气比较好 有没有 志龙老师 你要不要出来拉票一下 好你现在可以随时改 好吗 我都还没有关闭投票 这样用这种方式 有没有比我们在现场这样开票来的刺激一点 哦志龙老师拉到一票了 来我们赶快再把志龙老师多投几票 现在敏奇老师果然拉到最高票 OKOK 那我们就准备关闭投票了 3 2 1 好果然果然志龙老师 哎呦 敏奇老师跟志龙老师好 并列第一 好像这样子 当然这边目前 他还没有让他就是可以点下去 就直接就是加减分这样子 所以还是要回到刚刚的学生那边 再个别的加入 好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讲的户头 好 那另外一个户品的部分也是类似的 那户品的部分呢 我就来用小组的方式 我们把所有小组把它加进来 那当然你可以排除 我们刚刚那个个人的那个户头也是一样哦 你可以排除投给自己 好那小组也是一样 我也可以排除 好你不能投给自己 你只能投给其他的 好来您看我按 好类似一下 因为像这个部分就很适合在什么 很适合我们在那个 那个比如说同学的分组报告啦 小组的竞赛啊 哎这个都很方便 您可以看到他上面就像这样 直接列出说一到五分 那你就针对 组别去给他 那当然我们刚刚有限制 你自己那一组不能投 所以这里 你看我就不能投票 好 很显然的 哎呦 第四组 竟然现在领先 第三组尾随在后 这样OK 好来我们最后就关闭了 好关闭 哎呦 哦还好还好 现在第四组还是保持领先 OK 来关闭投票 所以呢 我就可以针对小组的部分 你看分组 第四组 我就给他整组的加减分 或者是就是针对个人的 你看我来这边针对整组的加减分 这样他就加到这边 当然老师我们刚刚有讲过 就是你也可以有一个机制 因为他可以设定 我虽然是针对整组加减分 但是我不要加在小组上 我把这些分数直接加到每个人身上 这样也是可以的 OK 所以这样子呢 老师应该就可以 比较清楚的体验到 其实欧函单教室 说真的其实不能 虽然你现在是学生的身份 但是你用学生身份去做参与 你会觉得说 其实我们在使用上就还算是蛮方便的 那后面这里呢 我给各位先体验一下 就是我们呢 如果老师我们刚刚有用这个快问快答 你必须要在那里面去把题目先设定好 对不对 但是呢 其实不可否认的欧函灯教室在教材 这一块他的这个设计的方式 我觉得是相对比较弱一点点 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可以用这种 OneNote的方式 那OneNote的方式呢 你把它当教材 它有个好处就是 OneNote那边它资源的类型比较多 你可以选择我用OHA资源的方式去开启 也可以选择用OneNote资源的方式开启 都可以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咯 好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看 你看我现在就接着往下到这里来 这个部分呢 我们称作数位学习 因为欧函灯教室本身也有可以做 这个提交课堂作业的部分 不过他的功能比较没那么丰富 所以我就直接用这个数位学习 按下这个部分呢 它就会打开您的这个OneNote 好 那您看一下咯 那现在就跟我的OneNote的账号做连结 好那您可以看到呢 我这边现在就有一些这个内容了 好那我看一下我来这边好 我找我订阅的好 从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那在OneNote这边做好 有没有老师刚吃饱的 现在三点的应该没有嘛 那要试看看这一种嘛 哈哈哈哈 是OneNote里面可以在影片里面出题 所以呢您看咯像这个 蟑螂要怎么分公的跟母的 哈哈哈哈 好我看一下我的题目是出在七分十八秒 好所以我们就进到七分十八秒 好在这里 你听不到声音没关系 还有字幕 你看这一只床是不是比较瘦瘦扁扁 好等时间到了 有没有 这样是不是要跳出来了 虽然说用OneNote的模式 您在自己的这个 呃那个 欧函敦教室里面不会看到 但是没差 因为我们电 教室 一样大家都可以看到 或者像这样线上 大家都可以看到你的题目嘛 对不对 好你就可以在这边搭配 比如说我们欧函敦教室的抽人啊 或者抢答 是不是就可以来回答 哎有没有老师知道 怎么辨识功德跟母的 哈哈 有吗 有没有老师要回答 哈哈 还是要用抢答的 哈哈 有没有有没有老师 现在不是吃饭时间 问这一题比较没关系 都没有 还是大家都不忍心看下去 哈哈哈哈 好吧好吧 那这个其实就是看屁股而已 哎看屁股这边 对对对对对 有老师回答了 哎可能是生物老师是吗 韵婷老师 用猜的哦 哈哈哈哈 还是你平常打蟑螂的时候 要打下去之前会先看一下 哈哈哈哈 好对右边的就是 男生的是尖尖的 女生的这里就 比较圆 圆入腻点这样 嗯 好 好所以你看 你就不用特别记住 我的影片 要在哪边停下 对不对 时间到了就自动停 好这个就是我们 OneNote它很方便的 好整理影片的教材非常的 方便 那另外呢除了刚刚那一种 哦 然后您看哦像这个 我看一下下面还有什么 哦一字千金的 哦好好好 哦好好好 像这个 它就直接是 欧海云端教室 支援的 好问答题 所以你看哦 我虽然是来自OneNote 但是我按下去 这个您的画面 就会同步跑出来 来我们看一下 埋害的埋怎么写 念大家都会 对不对 但是 那个字不常写 所以我现在开放作答 老师您试看看 看看那个字 怎么写 哦刚刚 有方老师说 有品种 诶 品种像那个蟑螂 我们家大概有三种 啊 美洲蟑螂就是比较大只的 然后另外一种 比较小只那一种 那个叫德国蟑螂 那有一种是比较黑一点的 中间的 呃那个我就不太知道 哈哈哈哈 好好来来来来 埋害的埋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老师回答的情形 OKOK 来显示一下结果 好 现在呢 我看一看 有没有老师写错的 哦还好还好 这表示这个字 大家还蛮常写的 哎现在说真的哈 现在语音输入很方便 好所以 这个 不会写字的是越来越多 如果老师您的作为系统 有升级到Windows 11的话 因为有很多人 不见得会升级Windows 11嘛 但是呢 有些人就为了这个功能 升级到Windows 11 因为Windows 11之后 他把语音输入法 真的就变成一种输入法 所以呢 在任何可以打字的地方 你可以按下键盘上的这个 您可以看一下哦 在Windows 这个键盘上不是有Windows的logo吗 加上键盘上的H 好所以如果老师 你不小心 你已经升级到这个 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 你看我点到他 按下去 今天的天气 埋害很严重 静叹号 所以 逗号 出门的时候 要记得戴口罩 句号 老师有没有感觉到 这种方式 如果你是用iPhone的 有没有跟你用Siri输入一样 标点符号可以用念的 问号啦 叹叹号那些都可以 当然其实他也有一个模式是在这边 就是 自动标点符号 就是由他来自动帮你判断 不过呢 说真的 我是觉得有时候他判断正确 但是有时候判断错误 所以 如果偷懒的话 我就直接用刚刚的方式就好 所以下次呢 同学如果上台报告的时候 各位老师 大家好 叹叹号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题目是 冒号 出现这种状况 请原谅好吗 因为他在家都是用这种方式讲话的 OK 所以我们顺便介绍一下 Windows 11的这个语音输入 如果老师您觉得 我平常打字就比较慢的 你可以考虑用这种方式 就跟你用手机一样 但是在电脑上就可以解决了 这样 有没有问题 应该OK 好 好来 我关闭作答了 所以您稍微体验一下 您就发现 我可以像这样子 就把我的教材呢 就这样放进来 所以 不管你在哪一间教室 我们都可以像这样直接去找到您自己的教材 那OneNote那边的教材呢 您也可以透过共编 等一下我们后半段呢 就会来跟老师做这方面的分享 这样OK 好 请问老师在 这个部分 这样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就要让老师 恢复到老师的身份哦 因为当学生已经体验过了 好 我们就准备来当老师了 OK OK